近日,电影《风神》第一部热影 《风神执子团》也凭借着健美壮瘦的身材火出圈 从刚踏入演艺圈的新人,睡变为勇猛剑瘦的勇士 他们为此接受了半年演艺训练营培训 此前,电影官围向观众解锁了训练营食谱 以下简称食谱 许多网友看到后表示 开始参照食谱,简直塑形 跟着吃,真能简直增击 《风神》演艺训练营食谱,火了 网友达卡《只子餐》 看完电影,观众在享受中国神话史诗的视觉盛宴同时 也被一个个身材魁梧见硕的《只子团》所吸引 导演乌尔善在接受媒体采访中透露 对《只子团》的身材要求是像李小龙 布拉德皮特等,体质低但体型漂亮 为此,还特意找到明星的素生食谱 严格控制成员们的饮食 并聘请专业营养师进行配餐 许多想通过饮食减脂的网友留言 真的很需要《风神》训练营的饮食计划 来源,时尚先生同款饮食计划安排上 在社交平台上 不少网友发布打卡同款《只子餐》的纪录帖 7天收官反馈,期间运动了5天 成功减掉2.3公斤 坚持7天共瘦2.4公斤 食谱稍作修改,总体高碳低脂 普通人可坚持 主打高蛋白膳时,普通人不可生搬硬套 主意分析,可以看出来 整体能量都不高 估计在1400到1500千卡 结构偏向于高蛋白膳时 主食偏少,脂肪控制严格 牛奶以脱脂为主 鸡蛋都是只吃鸡蛋清 中国首批注册营养师 营养学硕士李源源分析认为 这可能是演员上进前的突几减脂食谱 主要为了让肌肉线条更清晰 而不是日常常规训练的食谱 他举例说,以周易食谱来看 主食少,肉类较多 蛋白质的功能比高 蔬菜水果是够用的 酸奶一杯有些少 夹餐时间是晚上9点至10点 也有些晚他表示 尤其是儿童、青少年、老年人以及哺乳期 有肝肾基础疾病等人群 不建议效仿食谱进行饮食安排 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 山东省为方市营养师协会会长王贵珍也持类似观点 他认为整个食谱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膳食模式 比较适合减肥人群 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 食谱也需要因人而异 不能生搬硬套 直接拿来使用 王贵珍认为 从食谱的热量来看 一天的总热量基本在1500千卡以下 对于女性来说是足够的 但对于男性来说 总热量摄入偏低了 建议至少在1800千卡左右 早餐前喝水 从风神食谱中学到的营养学 在食谱中一周七天内 每天都有餐前饮水一栏 李圆圆表示 早餐前喝水有助于促进新陈代谢 提升脂肪代谢效果 根据胃肠舒适情况 差不多200到250毫升就可以 在减肥瘦身中 蔬菜充足非常重要 尤其是能有坚果补充 这是提供优质脂肪酸非常好的选择 哪怕是在减脂瘦身阶段 不能完全杜绝坚果类食材 王贵珍则表示 主食没有选择 大众熟悉的米饭和馒头 而是用了鼠类 玉米和燕麦等粗杂粮来替代 在增加饱腹感的同时 还能避免餐后血糖出现飙升的情况 在蔬菜的选择上 绿叶蔬菜比较多 保证了维生素C的摄入量 不过李圆圆依然表示 成年女性参照食谱的话 日常热量摄入是够用的 但是蛋白质比例高 碳水比例很低 很多参赐小结构不甚合理 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饮食计划 采访中 他再次强调了膳食中 碳水化合物的重要性 主食是碳水化合物的良好来源 碳水化合物在体内代谢产物 只有二氧化碳汗水 其实是非常优质清洁的能量来源 跟着食谱来增积 这么吃还不够 李圆圆称 从一周来看 周一和周四的蛋白质摄入确实不高 但是其余时间蛋白质摄入量是可以的 预估在六七十克 而且优质蛋白质占比很高 可在短时间内维持肌肉 如果是日常增积 这个量还是有些少 王贵珍也表示 如果想增积 这个食谱中蛋白质摄入量是不够的 一般建议 增积人群 每天蛋白质的摄入 需要占到总热量的20%以上 按照体重来计算 一天一公斤体重 标准体重 需要1.2到1.8克蛋白质 只子团成员的体重 按60公斤来计算 一天蛋白质摄入量 至少在72克 他认为 网友可以根据自己的标准体重 安排蛋白质的摄入量 可以选择肉蛋奶豆类的食物 同时坚持 每天锻炼至少45分钟 有氧运动与无氧运动相结合 就可以达到增肌的目的 来源 现在快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